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查理牧师 欢迎您收看神说人说 我们曾经说过 主耶稣用裂开的房屋 教导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那么一座房屋 为什么会从中间裂开呢 除去天灾人祸之外 还有就是 当房屋地基有不均衡下沉 地面上的建筑就会裂开 当地震洪水滑坡发生的时候 那些根基差的房子会先倒塌 在中外的古代建筑中 最有名的围楼就是 比萨斜塔和苏州普丘塔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在1173年开始动工修建 最初的设计是笔直的 高54.8米 有8层 不过修到24米高时 塔身倾斜只能停建 100年后续建又再度倾斜 后来不断维修 但维修与加建让塔身重量增加 不均衡的沉降更加重了 目前塔北侧沉降了1米多 塔的南侧沉降了接近3米 塔顶偏离中心线约5.54米 比萨在希腊语是沼泽地 比萨这座城建在沼泽地的淤泥上 土层难以承受用大理石建造的沉重塔身 而且塔身下的土层还不止一种 造成沉降的幅度不同 从建塔开始到如今 全世界的工程技术人员 都为这座塔操碎了心 塔身有时北寝 有时南寝 各种扶正工程前铺后继 花了数不清的金钱 无独有偶 中国的名胜古籍苏州虎丘塔 历史更久远 建于959到961年 是八角形砖塔 也有八层 虎丘塔历经千年沧桑多次战火 加上风吹日晒雨淋 受到严重损坏 为了保护古塔 政府在50年代中期 做了结构性加固修缮 不过这次修缮让塔体 增重了约2000公斤 更加速了塔体的不均匀沉降 以至于在1957年 塔顶偏离中心线1.7米 到1978年已经偏离了2.31米 地基也有局部断裂 在1983年 对虎丘塔做了基础托换之后 才控制住了不均匀的沉降 至于现代建筑 因没打好地基而坍塌的事件 时有发生就不一一列举了 今天选的经文是主耶稣 谈论房子的地基 提醒信徒要打下牢固的生命根基 在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 集中记录了主耶稣一系列的教导 共有107节的经文 因为讲话的地点是在加利利湖边的山坡上 被统称为登山宝训 主要内容包括了八福 作严作光 耶稣来成全律法 论仇恨 奸淫 启示 爱仇敌和施舍 如何祷告和禁食 天国的价值观 待人的经律等等 在这一系列教导的最后 第7章13节到29节 是归纳性的教导 也是今天要看的经文 先来听第26节的英文 中文经文来读24到27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林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林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的很大 房子的根基是否稳固 关系到房子的牢固性 和居住者的生命安全 在巴勒斯坦西北边 有一片靠海的沙伦平原 那里土质松散 连做成淘气和砖瓦 都很容易碎裂 当然更不适合在上面盖房屋 烧雨 风雨 洪水 房子就会倒塌 当地的大祭司在赎罪日祷告时 要专门求告神 不要让他们的房屋变成了坟墓 不过神也眷顾那里的人 让沙地上有很多磐石 在磐石上建的房子就很牢靠 华人的邂逅雨也说 河滩上盖房子靠不住 河滩沙土松软又渗水 房子的根基不牢固 肯定是违房 在登山保训系列教导的最后 主耶稣只给门徒两条道路 引到永生 那门是窄的 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又提醒他们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在《华而不识》那篇 我们讲过 果子就是信徒的生命表现 我们也讨论过 土浅十多的土壤 是不能长出好庄稼的 这里耶稣更用两种根基 和两座门的比喻 告诫门徒 跟从主没有中间道路 以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是对这两章内容的总结 主教导我们 不仅仅要听道 更要行道 要肯付代价 把属灵生命的根基立在磐石上 那样的话 即便雨林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倒塌 在圣经中 也可以找到一些负面的例证 比如提摩太后书 提到一个叫迪玛的门徒 他本来跟从保罗 却在保罗最困难的时候 贪爱现今的世界 弃保罗而去 当时还有其他人也同迪玛一样 离弃了保罗 他们的信仰都像是建在沙土上的房子 遇到任何危机 就立刻倒塌了 耶稣的这段话 不断被后人引用 香港第四任总督 也是一位作家和诗人的 约翰·鲍林爵士 他写了一首诗 聪明人的房子盖在磐石上 美国作家和诗人 Ella Wheeler Wilcox 在1883年也写了一首诗 描述信徒的品德 标题就是 建在沙滩上 英国艺术家William J. Webb 画了很多圣经故事的插图 1892年他画的插图 沙滩上的房子 描绘在山洪和大雨中倒塌的房子 丹麦著名的诗人 牧师兼政治家 尼古拉·格伦德维格 在1837年写了一首 北欧风格的赞美诗 Build on Rock 最后我们听听爱德华默特牧师 1834年创作的 坚固磐石 My hope is built on nothing less Than Jesus' blood and righteousness I dare not trust the sweetest frame But wholly lean on Jesus' name On Christ the solid rock I st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 主耶稣关于房子的根基 和两条道路的教导 帮助我们认真地 解醒自己的属灵根基 走对的路 进对的门 谢谢您收看本期 神说人说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I rest on his unchanging grace In every high and stormy gale My anchor holds within the veil On Christ the solid rock I stand All other ground is sinking sand